说到假唱这件事 还真的是层出无穷 但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有的明星因为假唱 被观众当场揭穿 尴尬至极 最出名的假唱 其实莫过于萨鼎鼎事件了 之前某次元宵晚会上 在台上唱着歌的萨鼎鼎 直接是拿反话筒 可惜歌声却没有悄然而止 却依旧响亮在整个舞台上 2008年春晚上 张子怡独唱天女散花 但是镜头拉近 全国的观众都能发现 她的口型与所唱的音乐旋律中 所播的歌词并不一致 大张伟在春晚上演唱《凤爽》 被子怡假唱 她在接受采访时爽快地承认了 并称 《凤爽》本身就是表演唱 看得开心就够了 第26节金英节颁奖晚会上 佟丽娅和陈思成 以情侣的身份亮相 深情演唱预见 不过细心的观众发现 佟丽娅在演唱过程中 频繁出现忘词 口型和歌词对不上的情况 事后发微博求原谅 那一个演唱会的时候 粉丝送花给她 但是却把她的戒指给弄掉了 娜姨喊了一句 快把戒指还我 然而现场还在放着娜姨的声音 韩红本身是一个正义凛然的人 有一次在央视现场假唱 话筒还没到嘴边 歌曲台词就蹦出来了 事后韩红表示 当时现场没遵唱设备 结果只能假唱 反冰冰一次现场假唱 第一首歌 唱完要和台下的观众互动 结果发现 话筒没声音 观众立刻就发现了 话筒没声音 那前一分钟 你是怎么唱歌的 在娱乐圈 假唱曾经被无数歌迷抨击 而利用假唱的明星 也是颜面尽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